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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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鍋巴老師 Nururungji Sen 重機環島旅行來到了第四天 昨天下午淋了一個下午的雨 今天終於是豔陽高昭的好天氣啦 那這個早上呢 跟朋友約在這個很潮的飯店的旁邊 六吋盤早午餐 準備一起來吃早餐 大家看喔 哇這個裡面非常的網美啊 是有挑高的喔 然後這個整個裝潢 這個布置都非常網美 餐點也很美 那不只美啦 其實也蠻美味的 我點了培根蛋餅跟紅茶 謝謝好朋友請客囉 好離開餐廳 這邊有這個Starbox 很有造型 然後這邊就是這個鐵道藝術村 還有一個很有造型的波浪屋 這個好像也是一個貨櫃屋組成的餐廳 台東蠻多這種原住民的這種味道的東西在裡面 當然花蓮也是啦 機車加滿了油呢 就踏上旅途 今天呢要長征啊 從台東到羅東 一日雙東 是不是 好經過這個地方是這個小野柳 這個是地質公園 不過北部就有野柳了 我回北部再看 然後這邊是這個加路蘭海岸線 這邊也是看太平洋的很好的地方 哇大家看這邊 哇 密密麻麻的這個椰子樹耶 應該是用來摘椰子用的喔 不過這樣子種起來真的還蠻壯觀的 瞬間整個氣氛讓我覺得好像來到 菲律賓還在什麼地方 好左前方那邊就是海岸山脈了吧 那這個我們所謂的花東縱谷 就在這個山的後面 好來到這個路口呢 我們走右邊或是直行都可以喔 那右邊這條線呢就是 有這個行道樹喔 會比較愜意比較美麗一點 不過這旁邊有一點工程喔 就不是特別美啦 那剛才左邊那邊直走就是 舊街喔 東河的舊街 那邊就有東河豹子 不過我還不算很餓 所以就沒有繞過去買 好 過了這個是東河橋 下面是馬五溪喔 過了這個橋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 離開東河 進入了這個成功鎮 今天要去成功鎮的哪裡呢 就是要去所謂的巴翁翁海岸 哇這個巴翁翁海岸呢 真的是沒有讓人失望耶 昨天沒有看到的台東藍 在這邊就一覽無遺了 哇這個巴翁翁海岸呢 是我看過那個機車YouTuber 魯特喔 有有有我是魯特 這個魯特呢 他有去過 然後呢 郭巴大哥也有去過 所以我就把它定為呢 我來到台東的一個 壁區的景點 騎了也差不多一個小時了喔 在這邊休息一下 卸下裝備 然後呢喝一口水 這個巴翁翁海岸線 這邊雖然是艷陽高照喔 不過台東的空氣好像不算特別濕 所以不會有那種非常熱的感覺 吹吹海風 也還蠻涼快的 一個人 一個背包 一台重機 就踏上了我這個 重機環島的旅行喔 哇今天艷陽高照 果然我還是情難無物 是不是 環島旅行這五天喔 其實只有第三天的下午 有零到雨啦 哈哈 這個第四天跟第五天 都沒有零到 還不錯 好 那又接回了這個台11線喔 哇這整條路是又大又直 然後來到這邊是 所謂的成功的市區喔 這個成功鎮上 常常經過這些地方 我就在想像他們的生活的樣子 是什麼 因為地真的非常寬嘛 所以呢可能他們 都是要靠做工 或是說做農業喔 這樣子來經營他們的生活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說不定有人是大地主 然後在這邊享清福的 好那走這條台11線 常常就有這種 居高臨下 瞬間可以看到那個 湛藍海景的一個機會 非常漂亮 欸這邊有這個路牌喔 上面寫了說巫石壁 難道這邊也有個地方叫巫石壁嗎 果然沒有錯喔 這個台東也有 不過我覺得宜蘭的比較漂亮 這邊是這個玉長公路的起點喔 玉里長濱 這兩個地方接在一起的 哇 這個湛藍的海喔 真的非常的漂亮 有什麼口味 桂圓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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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油的長濱站喔 不知道為什麼有賣冰棒 不過呢這個桂圓糯米 一直是我的最愛 蠻好吃的 然後呢這附近其實就是長濱的 這個叫做長光梯田 這一條路呢叫做金剛大道 想必大家都聽過吧 後面那個山就是金剛山喔 哇來到這邊果然是不虛此行喔 這一條大大的路 兩旁是寬寬的田 然後後面有那個很帥氣的山 哇這條路真的很漂亮 馬上來拍照 這個地方呢正著拍 背景是湛藍的大海 如果你倒過來拍 背景是帥氣的金剛山 哇怎麼拍都很漂亮 趕快來打卡齁 我就完成了本田的三個景點了 耶 好啦心滿意足呢 就準備要再回到台11線 欸這邊有人在飛空拍 哈囉 沿著原路回去的路上呢 又可以再看一次這個金剛山喔 哇山市不是很高 但是旁邊非常的寬廣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帥氣 其實在北韓裡面也有一個金剛山喔 這個是南北韓大家說是最漂亮的一座山 我相信這邊台東的金剛山也是 欸讓人不會失望的喔 好那我們就回到台11線繼續來前進 欸前面看到這邊呢 哇左邊好像有個峭壁對不對 其實呢這邊算是一個地質隆起的一個小山喔 這邊是八仙洞 那其他下面很多的洞都是海石洞 如果有時間停下來看呢一定是非常的壯觀 好再往前期一段路呢 這邊已經進入了花蓮封濱咯 好封冰箱 前面那個白白的柱子呢 就是 晉浦北回歸線戒備啦 其實花蓮這邊除了這邊有戒備之外 瑞穗那邊也還有一個北回歸線的這個標誌 那這個對我們騎重機的騎士來說 都是 必須打卡之地 是不是 不過這個地方說實在啦 是五分鐘景點喔 雖然旁邊也有賣吃的盒的 不過 我也不需要啦 忙就走了 好經過這個長虹橋 下面是秀姑卵溪 就是大家每次來花蓮泛舟 基本上都會來這裡 然後呢就會在這邊上岸喔 這邊是那個向上泛舟的它的那個景點 在這邊洗澡的 好這邊是石梯坪休憩風景區 不過呢我也沒有走進去看了 感覺還要花一點時間 我還是只有經過 然後看到前面有一位人凶停在路邊喔 想必這邊風景很好 果然這邊可以俯瞰這個 石梯漁港 湛藍的大海 還有這個險峻的山 哇很漂亮 好看滿看好之後呢 就繼續上路了喔 前面這位白牌喔 真的飆得蠻快的 好 今天呢真的是艷陽高照 我發現啦這個 太陽越大 海就越藍 大家看一下 哇 今天我的勤男威力發揮了齁 今天從台東一路到羅東 都沒有下雨 哈哈 欸旁邊這邊有這個 喔喔喔喔 這是露營車耶 好酷喔 好來到這邊是新莊南橋 應該是有個新莊北橋啦 哈哈 好我就在這邊再休息喝個水 哇大家看一下萬里無雲 哇這個就是海天一色嗎 我昨天沒有看到的台東藍喔 今天在這邊真的是看好看滿喔 哈哈 好繼續前進 這邊是 欸鹽寮龍蝦餐廳 這邊以前我有來過 跟K理喜也來過 這邊就是花蓮的 壽風了啦喔 那來到這邊就比較熟悉了 之前 也來旅遊過的關係 欸這邊是那個遠熊海洋公園喔 我是沒有進去過喔 不過這邊很有名 然後它後面那個山呢 也有遠熊的月來飯店 哇那邊這個看夜景是很漂亮 欸這邊又看到了 拖露營車的人 好 來到了這個花蓮大橋 下面是花蓮溪 哇你看這個遠方的山 這個就是我們的花蓮的山啊 永遠都有這個白雲來襄托它喔 然後走上這個193縣道 這個全台灣最長的縣道 然後經過這個貨櫃屋星巴克 它的正式名稱其實叫做回蘭門市啊 不過都沒有人這樣叫它 哈哈 好 這個193縣道呢 其實蠻帥氣的喔 旁邊有這種棕櫚樹 然後它的這個路燈啊 都有固定的造型 上面還有寫著193這個字 很有設計感 好在這個南濱公園喔 現在叫太平洋公園 這邊左轉 這邊以前是有夜市的喔 不過後來全部都合到 東大門去了啦 來到花蓮市裡面呢 跟我的好朋友 還有他的兒子 一起吃中餐 謝謝他這樣招待我啦喔 吃得很好 也吃得很飽 他的兒子呢 是我的小粉絲 而且呢是 國小組足球的 全國冠軍隊喔 哇北埔國小非常厲害 哈哈 好 跟他們說再見之後呢 又繼續踏上旅途啦 花蓮啊 就是這個樹喔 都很高 是土壤比較肥沃還是怎麼樣 因為樹很高的關係 所以這個 在街道裡面就覺得很漂亮 好 這邊是這個花蓮機場 花蓮航空站 好來到這個地方 上次有跟大家介紹過的喔 大家看一下喔 停車半小時10塊 當日上限50塊 所以停兩個半小時的話 你不如停一整天 哈哈 上次說過了是不是 哈哈 每次看到都覺得很有趣喔 哇 大家看這個 寬闊的路 配上遠方的山 還有這個 哇 山上面的雲喔 好像那個 棉花糖照在他的頭上一樣 好像給這個山帶了一個帽子 哇 非常可愛 非常的漂亮喔 好 前方就是 泰魯閣大橋了 不過今天就 跟泰魯閣無緣了喔 不會再進去再出來了 這樣的話 我要天黑才能到羅東了 然後就繼續的這個 在 美麗的 山海之間呢 繼續來前進 哇 大家看看 下午的時間呢 就沒有那麼熱了喔 太陽已經慢慢慢慢要 西下了 而且那個山上已經有 開始有雲喔 飄出來 好 經過這棵樹呢 就真的 感覺上啊 要跟花蓮說再見了 好 這邊是花蓮的重德 這邊有一個重德修氣區 每次經過都會停下來拍照 對不對 今天也是一樣 還是很多人在排隊啊 請一個小哥哥幫我拍照之後 果然他拍到自己的手指喔 然後畫面也沒有拿正 還是自己拍一下啦 哇 再次看還是覺得這邊很漂亮喔 遠方就是可以眺望這個清水斷崖 不過回頭一看呢 除了有大海之外 這個山上的雲啊 讓我覺得不太妙 我還是呢這個趕快穿起雨衣好了 提早穿好 然後呢 繼續上路 在這個上坡喔 往右邊看 可以看到真正的清水斷崖喔 大家看喔 那個天色越來越暗喔 那個天上烏雲越來越厚 還好我們現在要進隧道了喔 這是我的蘇花蓋出體驗 由南往北的第一個隧道是人水隧道 這個是和人到清水 所以叫做人水喔 那這個隧道是 一般白牌機車也可以騎的 其實我覺得其他隧道如果可以的話呢 多讓白牌騎 多安全 多好騎啊 是不是 他說什麼隧道會讓人窒息 我其實也沒有啊 是不是 好 出來以後呢就是到這個和人啦 和人到清水嘛 對不對 所以清水過來這邊就是和人 大家看一下 哇 遠方的山加上這個陽光給它打燈 哇真的太帥了 好像一幅畫 非常的漂亮 好那這邊呢是中人隧道 也就是和中到和人 我還不知道有和中這個地方 哈哈 出來之後呢來到了台泥大卡 我為什麼要來這邊呢 因為我要脫雨衣 因為剛才整路上我一看啊 只有我一個人穿雨衣啊 實在是太尷尬了 而且很悶熱啊 好右邊那邊是台泥 前方那個煙囪呢是台電 所以和平這個地方呢 真的受到這兩個大企業的 蠻多的環境上的影響 好 跨越這個大濁水溪 就進入了宜蘭的南澳鄉囉 過這條橋還是蠻長的齁 趁著這個機會呢 趕快再多看一下海景 前方這個隧道呢就是 古風隧道加上觀音隧道 這兩個隧道是相通的 所以總長是有12多公里啊 哇我覺得這工程人員 真的太厲害了 非常感謝他們 出來之後呢 這邊是五塔村 這邊還是南澳鄉 不過有五塔部落 在這個群山當中縱橫 在這個山巒之間奔馳啊 哇真的是快一人生 哇絕對非常的舒壓 非常的開心啊 好來到這個是南澳北溪橋 其實這條橋是很長 剛才那一段也算是南澳北溪橋 但這邊呢算是景觀橋 那我後來我就覺得 欸這個這個橋名怎麼那麼特別 又南又北到底怎麼樣 結果我發現 真的有南澳北溪跟南澳南溪 他們會合之後呢成為了南澳溪 好複雜 好啦來去吃冰啦 這邊我們要去吃冰 拿一頭回去 沒有沒有沒有 這邊都可以吃好不好 可以就可以 乾杯你知道嗎 我是第一次 在這個建華賓店吃冰 我点的是它的有名的传道冰 正中间那个是生鸡蛋 据说是以前为了让传道人 补充营养才加进去的 那它的冰不是刹冰 是有点像绵绵冰那种感觉 在路边这样子吃啊 看着我的爱车 享受一下这个悠闲的时间 再次上路 在这个最后的夕阳的时间 我走上了苏花改跟旧苏花 最长的一段贡献 这个就是从南澳到东澳的这段路 好经过这个呢是新澳隧道 这个就不算是苏花改的隧道了 这旧的原本就有的 虽然这段路上呢 偶尔还是可以在旁边的树的中间 可以看到海 海还是蛮蓝的 这个东澳湾也还是蛮漂亮的 不过现在哦 有点点无心恋战 因为骑了一整天的车 今天也是骑差不多300多公里 所以啊 哇 有点这个归心事件 好想赶快呢 透过这个苏花改 快快的 可以到宜兰罗东 到我的这个民宿呢 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好 就快要到了哦 这是最后的一段 这里是东澳隧道 出来之后呢 这边是 经过这个白米社区哦 这边有一个白米景观桥 它把这个桥的样子做得好像白米一样 不过这边不是盛产稻米哦 这边产的是 所谓的白米呢 是用来做水泥的这个原料了哦 所以这个地方也还是有水泥场 然后对这个环境呢 还是有一些影响 不过没有办法哦 这个东边的海岸好像 就比较容易做水泥这样子 苏澳隧道 这是最后一个了 出来之后呢 就是以前那个 重机可以上 苏花改的那一天啊 大家集合在这边 准备要冲上去的这个路口 好我也来过了 好 沿着台九线一直骑 然后在这个地方 稍微右转 这个叫东福路 是以39巷道 它就会引导你呢 接到这个191巷道 那这边就是沿着国武一直骑 蛮好骑的 终于呢 来到了这个乡间小路 在天黑之前呢 我终于抵达了 今天要住宿的地方咯 好 这边就是呢 罗东小客栈 这边还有停车位 还不错哦 可以遮风避雨 房间呢 是非常的温馨 不过粉红色对我来说 好像有一点点 太温柔了是不是 哈哈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浴室哦 也是干干净净的 没毛病 我现在已经来到罗东的民宿了 然后洗完了澡 然后呢 又冲去外面 买了一个这个 以前吃过的一家店 都来到宜兰了 怎么能够不吃点宜兰的好东西呢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宜兰的肉羹 这个肉呢 这个肉呢 不是一样的哦 这个是这个肉羹的肉 再加进去 老板很仔细哦 先另外包 才让我这样子加进去 这个呢 就是这个宜兰有名的浦肉 那浦肉当然就是炸肉啦 只是宜兰有它的手法 老板这个 很豪气的给我很多的胡椒粉 哈哈 哎哟 到底吃起来怎么样呢 那我们就来 尝尝看吧 先吃蒲肉好了 吃吃看 这个样子 再来吃 吃啰 带回来也没有说润掉 好 不错 现在是酥的 肉羹的肉 沾了肉羹以后 又有它特殊的味道 所以说都是肉都一样哦 觉得蛮惊艳的 就说老板弄的都蛮仔细的 好 我再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明栏哦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不知道大家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我是果宝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安妞 leo叔 行 你 叫 23脸 你 你 感谢观看